欢迎收看Cookie Time 我是最喜欢电影玩具的Cookie 2020年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爱你爱你 该不会是爱你三千次吧? 没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是 就是这款Marvel Legends漫威传奇系列 钢铁人2020 先来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钢铁人2020其实不是东尼斯塔克的服装 是他的表亲阿诺斯塔克 现在的身份是霍华斯塔克的长子 个性上他比较自私一点 不像东尼都一直在当英雄 钢铁人2020最初是在1984年的 UF8410诞生的 他的身上有几片齿轮的造型 是因为80年代 美国人对于未来科技所打造的幻想 马上来开箱 GO! 高中 上方可以看见钢铁人的图案 下面也有钢铁人2020的logo 两侧则是美式的插画图片 背后有帅气的玩具官方图片 雕刻在脸部的表情做得相当到位 尤其是有把眼睛的部分做出来 有点厌世又有点个性的感觉 再来是身上的齿轮刻画 还有腰带的机械纹路 都蛮细致的暗红色再配上金黄色 整体的感觉非常的棒 可动头可以转动肩膀平举正常 手上方也有关节 手臂为两段式关节 手腕的部分 张开的话是简单的转动 胸前可以前后摆设 腰有旋转的关节 腿部可以劈腿 大腿上方也可以软动 膝盖为两段式关节 小腿这边也有关节 脚踝的旋转点非常的棒 配件 一双握拳的替换手 六个喷射的特效配件 替换手的部分可动范围比较大 喷射特效配件 小的可以放在掌心上 比较大的可以放在脚底板上 最大的这个可以组装起来 变成喷射特效地台 整体的视觉感非常的棒 整体来说这款虽然是使用了 漫威八十周年钢铁人的素体 但是在配色还有细节 及眼神的头雕 都让人感觉是新的玩具 更不用说里面的特效配件 也是超赞的 而且钢铁人2020的玩具本来就不多了 这一次真的是机会难得 如果是漫画粉丝的话怎么能错过 如果是钢铁人的粉丝 那快点把2020带回家吧 那你有收集到这一款吗 还是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小铃铛按下去可以提醒你我有新影片 最终IG可以看到更多幕后花絮 想看更多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 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那么Cookie Time 下次见啦 See you